屏東明陽科技大火傷亡慘重 造成四名的消防員殉職 屏東縣長周春銘監視到了議會專案報告 國民黨的議員就痛批 報告根本沒有認真檢討 打三十九分是死當 而周春銘回應說 這是非常慘動的事件 消防的部分一定請全力來改善 猛烈大火造成嚴重傷亡及損失 九月發生的屏東明陽科技大火 導致死死一百一十傷 其中四名消防員殉職 各界檢討聲浪不斷 屏東縣長周春銘一號到議會 專案報告被尋 國民黨議員痛批 以轉任參議的消防局長徐梅雪 根本是狀況外 這份報告根本是生活雜技 沒有認真檢討 打三十九分死當 他穿了便服戴了女用包包 他只為官裝備 他的無線電 假如這篇檢討報告是及格的話 那個四個弟兄的生命 就是亡死的 消防部分我們一定是要請全力 全部來承擔 那另外在勞工的部分 除了民洋公司要負起他們的責任 企業要負起誠實的責任 我們一開始就不要規避相關的法規 事後也不要隱匿 周春銘回應 民洋大火案是非常慘痛的事件 消防的部分一定會請全力改善 不只縣議員為消防弟兄抱不平 包括消除會等團體也舉行記者會 強調政府要從民洋大火案寄取教訓 並且批評政院通過了公務人員協會法 修法草案沒有新意 毫無勞動三權可言 過高的投組門檻 毫無爭議權的結果 只是國家為了應付 進步人權的思維 事實上公務人員協會法 不管是 舊法或現行草案 其實都是在限制 他真正的目的是 為了限制公務人員結社權 協會痛批 政院通過了公務人員協會法 修法草案 根本缺乏完整的勞動三權 只為了限制公務人員的結社權 要求朝野立委 未來將送進立院的草案退回 記者陳嘉欣 張子佳 綜合報導